其實大巨蛋確實是五大弊案之首 其他四個柯文哲都輕輕放過了 我們就不提 我先講大巨蛋 大巨蛋最大的問題 就是說那一筆土地十公頃 三萬坪是我們市府 等於無償提供給遠雄 來蓋大巨蛋 除了大巨蛋以外 旁邊還允許他蓋了六星級的飯店 高級的辦公大樓 以及商場百貨公司跟電影城 那大巨蛋的意思就是說 用另外這四大塊 這些商場百貨飯店 來支撐大巨蛋 如果營運的虧損 那所以大巨蛋最大的 這兩個問題說 第一點零權力金 我們無償讓遠雄使用五十年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他蓋的量體太大 因為除了大巨蛋以外 他蓋這四大園區下來 總共蓋了十四萬九千坪 那容流人數會達到十四萬人 所以因為你在這十萬坪的土地蓋了十四萬九千坪 所以你剩下的逃生空間太少 而且逃生動線上下起伏 比方說剛剛玉瑞姐有講到的 就你大巨蛋旁邊跟商場百貨共構 剛好那個角落又是光復北路跟宗孝東路 最重要道路的節點 剛好撒個湯 那逃生本來最重要的動線是往那個地方 往這兩條馬路 結果被你這個百貨商場擋住 所以當時這麼多年來 我們就建議說這個一定要修改 那甚至現在退一萬步講 已經沒辦法處理的時候 柯文哲還是硬要給他完工的時候 我最近的建議就是說 那乾脆百貨商場的一樓 乾脆這個挑空 不要做商場百貨使用 把他當成逃生的動線 那當然這題外話 所以其實對大巨蛋 最好的解決方法是什麼 其實是在五年半前 我領銜在臺北市議會提案 我提案說當時 因為遠雄大巨蛋 已經違反合約規定 他預期完工安檢未過 他回損古蹟 所以我當時就提案說 因為遠雄基於這三大可以解約的理由 預期完工安檢未過回程古蹟 我們市府應該立刻解約接管 收回大巨蛋 然後再由我們市府針對這個量體過大 安全設施不足 逃生空間不夠以及零權欲經的問題 等於我們一次就解決了嘛 由我們市府來完成 那當時這麼好的提案 三十五位議員支持 在議會好不容易三讀通過 等於我們臺北市議會 我們幾個當壞人 但是臺北市議會幫你柯文哲背書 做你柯文哲的靠山 我們可以跟遠雄要回這一筆土地 那零權欲經 昨天林亮君議員質詢的 就是這個一個重點 是 這一筆土地 我們臺北市政府扣除 我們本來自有的以外 我們在角落的那個地方 現在讓遠雄要做百貨商場的 本來的韓國大使館 那個地方 是我們臺北市政府發行了一百五十億的公債 現金給中央政府 另外把我們在東區新光商業百萬物那邊 一塊A二五的土地 現在那個標 已經標到兩百二十億的權利金 也就是臺北市政府 花了三百七十億元 去取回這個土地 臺北市政府原來的土地 加上三百七十億元 就換來的整個大巨蛋 現在完整的土地 竟然零權利金給遠雄用 那我們議會這個案子 我通過以後 柯文哲不執行啊 他早就這幾年跟遠雄密謀好 他還是給遠雄暗暗地在施作 然後明年就要完工了 所以他怎麼應付我們議會說 那你零權利金怎麼解決 這太不公平了嘛 不是嗎 柯文哲就說 這樣子啦 我們會在超額利潤的部分 跟遠雄要一些回來 好啦 那什麼叫超額利潤 孟琦 早在大巨蛋的計畫裡面 遠雄當時就做過一個財務計畫 也通過當時的臺北市政府的核定 那時候就定一個利率 利潤了 那你照說就以那個利潤超過的就是我們嘛 但是現在遠雄又步了 遠雄很可能就是希望把他這幾年被停工這五年 他延宕了他認為他有損失 他認為他羞羞補補的部分 他要灌到他應有的利潤裡面 所以怎麼辦 他就跟柯文哲恰相好 柯文哲就說所謂的超額利潤 那我們現在市府編三百五十萬 下去重新審視這個財務計畫 然後來評估什麼叫超額利潤